会不会做不到我们想做那种审议式的民主呢? 第二步就是民间公投 民间公投其实是一种预演曬马的作用来的 就是希望看到我们这个审议过的一个方案 究竟有多少人会暂时支持 这个来说相对我们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去年这个特首选举的时候 是有20万人即使明知道其实是没得改变的结果 都愿意走出来进行投票 相信今次的系统会做得更好 会有这么多人是认知到然后走出来投票 这个相对我会觉得是容易 第三步就是要等中央接不接受的方案 他们会不会出一个第二个方案出来 跟我们谈判 如果谈判的时候 那究竟市民去选哪一个方案呢? 这个就是去到这个 现在就是何尚人他会辞职 然后就去启动一个全港性的公投 去令每一个市民去决定 究竟我们采纳哪一个方案 其实这一步 我会觉得是有危险的 因为 这个公投 未必一定是民间的方案 有机会会输的 那为什么会输 某程度上 就是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投票率很低 就是好像五区公投 虽然五十万我觉得都不算很低 但是投票率来说其实是低 当然可以归咎民主党没有参与那个 公投 令到一些 个人支持民主党的市民不要出来投票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今天立法会选举 我们看到就是 那个 我们以往相信那种 黄金六四比例 其实是已经打破了 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老人家的选民 人数 在今年突然加了十几万 然后青年那个数目 是减了 那 某程度上 可能你可以说就是 老人家的公民意识突然提高了 但是 当然就是 有机会 其实是 可能是建制派 他的配票策略 其实是越来越成功 他们能动员的人 其实可能是越来越多 如果出来的结果 即使是民间的方案 没赢 我当六四好美 当七三好美 那其实始终 都是可以被传释为 有一大部分 就是有一大批市民 是不支持这个方案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共识 我们还需要谈下去 那 那继续 就是 更加有可能 有机会输 有机会输 如果输的话 那整款运动会散了 做不到 我们之后想继续 启动不了下一阶段的行动 那我就当这个 公投 去 完成了 亦都是 民间 支持的方案 都是通过了 都是较多人去支持 然后呢 我们是需要去 预演的 其实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这么忙 虽然只是好像抽一两天时间出来 去做审议日 然后出去投票 然后去 民间公投 然后再去投 全港姓的公投 其实做每一步的时候 每一个市民 都会付出 越来越多的时间 在他付出这个 越来越多时间的底下 之后的行动 他们会不会有疲态呢 他们会不会是 不参加下一步行动呢 这就是 如果 有人 是没有参加 预演 那我们是否让他 去参与 最后的佔领中环 这个行动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 确保到 就是每一个人 都在每一个步骤里面 是有充分的参与 是有充分的认知的事后 那 之后的佔领中环 会不会是一个 我们想象之中 相对说有规律性 就是有规律性的 一个行动呢 这个是需要去想 而第二个重点呢就是 究竟我们今次 这个占领中环的运动 我们争取这个政改 争取这个民主的运动呢 我们的对象是什么人 那譬如呢就是 可能我们是争取 类似裁业这样的 总产的 去支持我们的 那 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争取 总产的支持 因为他们相对来说 的时间 会比较多 可能他们接受 民主化 这个概念 的程度 是相对容易去接受的 因为他们 可能是 知识基础 相对来说 是高一点 虽然未必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近日已经开始 有一些打击占领中环的论述 而打击占领中环的论述 低层次一点的 就会说它是违法 但是一些相对来说 高层次一点的就是 我们是 占领中环的一个行动 是堵塞道路 堵塞道路 背后就是一种 颠覆着 既有秩序 的一种 形式 譬如我们 倒了这个 就是中环 然后我们使用车 过不了 然后就影响了 公司影响了 一些人上班 影响了我们的经济生活 影响了我们的 可能股市也会倒下 而香港人最害怕就是 最害怕就是股市 和楼市 也都是最害怕就是 你阻止它 混习 所以 在这个秩序的 迷思眉打破之前 其实我们 是有难度 去 去引那些中产出来 去参加这个行动 因为 这个秩序的迷思 在我们的中产 以至是一些普通的市民 其实都是非常 主流的 而且是 这个是非常 意识的一个论述 好了 如果我们的对象 不是争取 中产 我们不如争取 这个基层子民的支持 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基层 去做12个小时 14个小时 16个小时 一天 他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听 我们民家的方案 他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真是认知什么叫做民主 有没有那么多时间 认知 认知我们的方案的内容 是什么 以至到 他有时间去参加 譬如审议人 譬如这个民家的公投 譬如这个预演 甚至乎 是占领中环的时候 我们是要牺牲上班的时间 我们有机会 是会被人炒 然后去堵路 这个是需要 想的一个问题 甚至乎 连中产其实都未必 可以是 连续地去堵路 譬如你说 135 246 有这样的方案 但是 都是困难 因为一个星期里面 只要放杀价 都是一个 很困难 意思是 很大价 很大价 是的 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想 去接触的 对象是什么 因为我们接触 这个对象的时候 就是我们 我们identify 哪一个对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用的论述 是可以很不同的 譬如中产的话 我们就要去讲 一种迷思 譬如基层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帮他们 去解除他们对于一种工作的忧虑 那种论述 其实是 要走进去 第三个 焦点 我觉得是要讲的 就是 现时那个 我同意 占领中环 其实目标 大家应该 最大观音数 就是争取双普选 因为这件事 其实我们已经争取了三十多年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会不会导致了另一种结果就是 另一种的后果就是 我们 对于民主的那种理解 依然是 在议会的层面 依然是 我们去用选票去履行民主的层面 而事实上 其实我们看到 香港有 虽然有一部分的 新层次矛盾是源自于没有普选的特首 没有双普选 但是有很多矛盾 譬如 我们讲领媒 比如我们讲楼市的问题 我们讲地产霸卷的问题 金融霸卷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 中港矛盾的问题 这些全部都不是源自于 这个 普选 不是源自于 议会政治 不平等 不公义的问题 所以 这个纯粹是 就是 因为 佔领中环都未 都未举行 但是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 就是佔领的时候 大家都没工作 所以那个过程 就应该是 我们要继续谈下去 我们对于香港的远境是什么 我们除了议会的民主之外 我们还需要争取些什么 因为那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去将这些论述 将这些讨论带出来 令到我们香港的民主运动 能够继续提升去另一个层次 因此其实我们看 佔领中环 这个行动 它不是一个 最终 核弹来的 它只是 香港民主运动的 一个起点 而我们还有很大段路 需要走 那好了 为了理行这个 審议式的民主 我就不说那么多 我们给多些空间 大家一起去讨论 我暂时讲了那么多 多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刚才杨正言和Johnson 都提出 他作为一个学运的行动者 他自称 他都觉得有很多的隐忧 不知道其实这些隐忧 多谢主持 多谢各位 其实都安排座位 都安排得很好 我坐右边的 刚刚好 我其实就一路 戴教授的文章 我都是 一路都有拜读的 如果讲 占领中环 其实想带出 第一件事 我会问的就是 我们需不需要走到这一步呢 我首先第一件事要问的就是 刚才已经有提过代价的问题 刚才也数过一些 就是影响我们 最重要第一就是 违法 就是犯了法 第二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会令到 我们的下一代 对那个秩序的看法是有很大的改变 香港这么久以来 我们的政治是相对稳定 我们的政治是相对稳定 我们一路是讲 就是和平理性的所有游行示威 我想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到我们的人 那么守秩序 你们可以笑 但是问题是 的而且确 在香港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都说到的都是和平理性 都可以表达到声音的 如果这个先例开了之后 就是戴命中环一戴开了之后 我会问的就是 将来会不会继续接种而来 大家还觉不觉得需要去守秩序呢 好了 这个是对秩序 大家对秩序的观感的影响 接着我刚才说 对经济影响 甚至刚才也有议会者提过 说会不会 甚至乎那天 股市会怎样呢 有没有人想可能就是 那天你会想到就是 如果我真的癱瘓了中环 那会怎样呢 这个又是一个影响 这几个 我一问就是 所有我现在刚才列的东西 你们都知道 都是一个代价 那你做一件事 你问我要付出的代价 我都要问我得到的收获 我举一个例子 我问为什么要付出 为什么要去到这一步 其实你不一定要去到这一步 可能会达到你的目标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在美国 当时的黑人 大家都可能听过故事 就是黑人和白人的那个 那个冲突 黑人的那个平权运动 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了 但当时 你看回为什么当时 有那个平权的运动出来 我自己去过 北卡罗雷纳州 我去看过一个博物馆 是当时解释过 黑人的那个平权运动 其实当时的情况 他是说 黑人和白人之间 他们那种不平等 是彰显到 直接是 大家不能够搭同一部车 餐厅要留一些位置 给白人去坐 黑人是不能够坐的那些位置 是去到这个这样的程度 你想像一下 如果去到这个 这样的程度的做法 当然 人要付出的代价 去改变那个情况 他用黑人的那个平权运动 去做 去达到他的那个目的 让他改变这种 这种的不公义 当然我明白那个 背后的理念 和他的原因 但是现在你在香港 我们说 争取 补选 我刚才说 可能大教授说 那么久以来 我们一直都没有争取到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投票权可能说是不同 但是我会问的就是 由 以前一直到现在 究竟 我们要问的就是 是不是真的 是北京已经下了一个死的方案出来出来 告诉你 是一定会拒走你的人呢 没有的 其实现在是报纸不断地说的 还有一样东西 我需要说的就是 由现在 距离现在 去到可能说 2015 2016 都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不是这段时间上面 就真的什么都不会发生呢 我可以说的就是 在2012 讲2012年那个政改方案的时候 虽然可能在在有朋友会不同意 2012的政改方案 但是我自己是很同意的 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 是的而且 无论在香港来讲 或者 是对北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看东西不能够只是站在我自己的蓝牆去看 其实我经常都说 我去城市论坛都是这么说的 你一国两制 是不是真的要忘记了一国他呢 是不是真的不要北京呢 是不是阿爷说什么都一定是错的 不可以的 我直接不可以让他有任何的说法 在海初的时候 定下来说 希望由内国外港的人士 去做一个执政团队 去做一个港人治港 为什么呢 很开初就是说 希望他们我们的特首 不会跟中央搞对抗 不是採取一个不合作的态度 现在香港和内地之间 一路回归以来的经济是一路越来越紧密的 我只可以说就是说 我不能够完全不理内地 你人是要生活的 每个经济都是有经济的活动 现实是现实 现实就是有一个环境 我是不是可以完全不理他呢 我反问的就是 如果我们选了一个特首出来 每次都要跟上面 是完全什么都要say no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一定就对呢 当然 如果大家觉得 作为一个特首 他要考虑到全香港人的福祉 当他做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当然要考虑香港人的感受 也都要考虑到 怎样做才能够改善到香港人的民生 但是我要带出的一件事就是 你都不能够完全不理中央的 所以 我是觉得 如果大家是一定硬着要认为 我们选的特首就是要搞对抗 就是要不合作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可能 不是好 我认为是不对的 我认为我们选的特首出来 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他的执政 当然有些事不对 他都要出声 但是不是完全要搞对抗 不是完全要不合作 所以回到最基本步 如果在 现在这个情况 既然中央都没有说过 没有定出任何死的方案 说要怎样做去西走某些人 或者不让人入场 或者各样东西 没有任何这样的方案的时候 我就会问 是不是这一步要去到 占领中环呢 是不是需要去到这一步呢 这个就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我都讲到这里为止 看一下 给交美主持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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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为了这儿 火花就开始出现了 就是 大家 听不懂 Johnson就提出了一些的隐忧 而周生也有一些的质疑了 对这件事 就是 不知 大耀廷教授 你又怎么看呢 就是刚才 周浩廷先生他说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不是不同意他的看法的 就是 我都不想走到这一步 就是我意思是说 我不需要 我都不想 是占领中环的行动 是 真正需要出现 但是为了令到他不出现 所以我现在要讲占领中环 因为 好像很辨证 其实就是 因为我不想他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需要在这个时候 讲得很清楚 给北京清楚 可能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案 说什么死方案出来 一定没有这件事 我也都不相信 以共产党的那么好的 就是过去那么多 这些斗争经验 谈判经验 他会讲到那么死 而从上一节政改 知道 去到最后一刻 才会 改变立场观点 所以 我觉得 现在讲得清楚的话 其实就是 反而容许 我们有充分的空间 去进行一个的商讨 但是商讨不是 没有底线的商讨 不是无条件的商讨 我们的商讨的条件 就是在于 我们有没有一个 就是一定要符合一个 普及平等 国际标准的理解 刚才周生他讲到 都不能够接受 有一个是 对抗中央的 候选人 你去做特首 其实我反而会问回 如果你用一个普及和平等选举 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又没有一些 就是西选的安排 选民会怎样选择呢 其实是一个你信不信任 香港人的问题 你如果信任香港人 是会觉得一个什么人 适合去做特首 而这个人大家又知道 他必须要跟北京政府有一个合作关系的时候 大家会怎样选择呢 我们现在争取的不是说 泛民的人要做特首 这个不是 占命中华行动的目标 我们争取的是 一个普选的制度 跟着哪个当选 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 刚才 Johnson Johnson说了 如果搞个变相公投的时候 选个方案 不是那个万人方案 那怎样呢 其实这个又回到我们信不信任我们的 市民 就是说 如果 普罗的市民 是认为 我们需要一个 当然 条件那个一定是 我会搞公投的方案 那个本身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 但是我说符合国际标准 可能还有一些 罪击的 中间的 或者紧紧救的 起码都有三个可能性 今天 正正系的教授 王伟豪教授 都有一篇文章 在明报出了 都讲过 这些不同的方案 提出来的 选择 可能万人大会谈出来的是一个罪击的方案 但是跟着 北京说 罪击的那个我们给不了你了 但是我可以给一个 最基本的那个都可以的了 我都可以接受了 但是如果他说我给一个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那么多人我们不要了 但是如果他给一个 相对上是 又符合国际标准 但是又不是最理想的时候 我们拿去公投 而所有香港人说 我们都是要一个 不是最高标准的那个 因为考虑到香港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的时候 如果你重复民主精神 我们要接受的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 当那个讨论去到那个层次的时候 整个香港社会基本上 是 就是现在都已经 日日占领中环 我都有一点点厌 你可以想象去到那个时候 那个讨论是 那个深度会很高 大部分香港市民 就算你说 讲基层的市民 你又不要看轻基层的市民 其实我们可以 这些有关的争议 其实我想 有很多更好表达能力的人 他是能够可以将 一些的不同方案里面 那个关键性的分别 怎样能够用一种 很简单的方法 20个字可以表达出来 都可以 即是基层的市民 都一样可能明白到 然后他作出一个裁决 一个上不是一个裁决 一个 就是教法律没办法 整天都裁决 就是一个判断 一个判断 就是 他选择了 他选择了那个 我们就接受那个 这个 运动就要结束了 我同意你所说 这个不应该是 终结 是一个起点 因为亦都显示到 我们的民主制度 就是我们的香港市民 他所认知的民主的理解 是去到某一点 如果你认为 这个是不足的 那你就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我们已经争取到那个部分 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做工作 可能已经不是 占领中华的问题了 可能要用很多 再有创意的方法 来去 继续开拓 我们那个民主的 的路 那这个就 就各个人 白花齐放去做 就是我们 我又不想把 占领中华 都当为一个 万事灵丹 什么都靠 占领中华 就是 儿子不读书 占领中华 那个iPhone太贵 占领中华 就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 它一个很单一的目标 我们也有不同的目标 去做到 一些的东西 我们用其他的方法去实践它 那你刚才提到 很多细节为止 比如说要预演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就是如果不预演 就不预演 大家觉得有做不到就不做 不要紧要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慢慢 人民间 再更多的讨论 一起去想那个 就是那些细节的步骤 就是我那里的七部 一二三四六七 其实可以是 一三二五六七 都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 照这一步 又没有了 完全没有所谓的 一个必然的方式 而只是说 我们讲一下 那个最基本的精神 非暴力 民主的元素 包括商讨 国际标准的要求 这个就是 三个最基本的标准 定的原则 如果是认同的话 你可以参与这个运动 跟着就是 作为一个参与者 你去 一起去诉讼 整个行动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民主的情绪 这个就是一个富庆的 一个过程 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相信 无论是参与者 或者是 其他 就是有些人 平时是咬借帮 就是我咬着遮瑕 看看你玩剝花生 我看看你们怎样死 你又说去占领中环 我在那里剝花生 预定这个 电视直播 看看你怎样被人驱散 然后又是自首 看看你怎样自首 修法 我觉得就算是咬借帮 什么发生 其实都是一个经历 因为他看到一个 很实际的一个 民主运动 在香港发生的 这个民主运动的发生 他很难可以 割离的 他一定会 或多或少 在当中有改变 谢谢大家 到这里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想问周先生 就是 在